今天有不少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不过受到不景气影响 到学校附近卖花的摊商少了三分之一 而买气也掉了三成 学校附近的花店也反映 民众买花的预算从移数500块降到300块 为了节省人力干脆不去摆摊了 同学买大送小哦 你喜欢哪个摊摊点 太大新台年宝宝花束 台大毕业典礼 校园外卖毕业花束的摊商全拼了 不是打折扣站就是靠玩偶花束来吸客 因为毕业季商机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竞争很激烈 像我们是第一间 所以我们三天前就来这边先做准备 然后先占位置 早上的话就是台大嘛 然后等一下还会有北科大 然后像明天的部分还会有师范大学 摊烧行程满档 只是看看这100公尺的人潮和买气 实在很惨淡 因为大环境景气不好 不只摊位数比往年还要少 买气更是质之落 以前全剩十几的时候 可以卖到三十几 就是有三十几家摊饭 然后我们现在就只剩十几家 然后像我们现在的花束 以前可以卖到三四十树 现在就变得比较少 只有十几树 之前有在一起跑的那种 跑毕业花季的摊饭 其实他们也都是 今年就会可能跑个两场 两场之后就没有来了 学校附近的花店 员工们忙着修枝和包装 还得应付预约来拿花的客人 尽管一刻不得闲 但生意真的不好做 民众买花预算 从每数五百元降到三百元 预约花束的数量也大幅下滑 今年部分因为大环境不好 所以目前的订单 大概目前还看得到这些 往年我们都会出去摆 今年我们就不打算出去摆 因为出去摆的话 其实浪费人力 景气不好 再加上花价成本提高 像是向日葵 从一束一百涨到三百最夸张 百合也从一百五十元 涨到三百五十元 玫瑰一束飙到三百 做搭配的捷梗也涨了两倍 难怪摊贩们和花店业者会 叫苦连天 新团队电视综合报道